为什么你唱歌老怕被人笑话 就因为心里没底 总有那么几句唱不好 没错吧 那怎么才能修炼得胸有成竹 有把握呢 记住下面这五条忠告 你不想唱好都难 尤其这第二第四条 你要再不注意不解决 你唱歌肯定还是会担心 还是怕被人笑话 最后再送你一个大贴士 OK 首先这第一条 你得记住 唱歌它跟说话的状态不一样 开口唱歌之前 要把自己调到歌唱的频道 歌唱的状态 第二条话重点 唱任何一首歌之前 先过过脑子 这里面包括技术方面和情绪方面 技术方面 比如先开声 体会一下自己的歌唱通道是否通唱 我们可以先做气泡音 找到发声的源头 然后让它通唱通过鼻腔的位置 通过桥梁 再用唇颤把它来回走几趟 怎样把它做好做对做准确 在我的专栏里有详细的讲解 像有难度的句子要再过两遍 像歌唱家们歌手们包括大白歌星 他们也要在后台提前先做一下这种状态的准备 把自己调到歌唱表演频道 再说情绪方面 你要把自己当作主角 让你的情绪和歌曲的情感相一致 要是每个乐剧都要唱得让人有感觉 千万别没有任何准备 就积极地往上冲 开口就发声 张嘴就唱歌 这第四条 就是你要不想唱歌发飘发白 就不要中声区用真声 高声区用假声 自然音区用真声 高音区用假声 低音唱不出来 那是小白的境界 中低音区高位置唱 高音区混合真声 做到这个状态 你的歌唱发声的认知层面也就上去了 当你不用再顾虑高中低音 以情代声 声情并茂 那就证明你已经融会贯通了 同意的 就给点个赞呗 接下来 敲黑板 这第四点 就是自己在练声时 一定要注意 低音点着唱 高音甩着唱 长句长音 一定要若启 发声有支点 歌声有方向 我们用两首歌来举例 低音点着唱 身边的那片天掌 高音甩着唱 长句长音要若启 高两首来红满天 旧而我送你去远方 等待这首歌同样也是 低音点着唱 我为什么还在等待 我不知道为何仍这样痴气 高音甩着唱 长句长音要若启 我们既然不要不要 我们既然不要 我们既然曾经拥有 我的爱就不想听 这第五点 就是你喜欢一首歌 想唱好 不要表面去模仿 要弄明白 人家的好声音 是怎样发出来的 要多听 多练 多体会 多观察 脑子先想到了 你才可能做到 大家认可的那些歌手 歌星们 歌唱家们 他们的声音 是靠前还是靠后呢 他们的声音 都在声音通道里发出 我的声音 是靠前还是靠后呢 我嘴里是没有声音的 你说靠前 还是靠后 以上几条 无论你哪一条存在问题 都可以通过我的专栏 学会三二一歌唱发声公式 想唱就唱 来解决 要想快速解决 点我头像 进主页 拍专栏 期待你的加入 你看到这里 就有福气了 送你一个大贴士 要保证唱歌好听 第一 积极运用气息 第二 让声音通道通畅 第三 保证声音高位置 我是回鹏老师 学唱歌慢慢来 会比较快 在这一边 我看你 我看你 是什么 放证声音高位置